哈囉 大家好 那這次因為焦點的關係 然後有機會跟大家 可以一起在焦點私塾 這個地方可以跟大家一起見面 那我就想說從焦點跟私塾 這兩個字來聊聊好了 焦點我們平常每次一想到焦點 就會想到Focus 想到聚焦 那其實我們如何對我們自己 也可以更聚焦更了解 也可以對身邊我們接觸的人 公司 企業等等 他們其實要的東西也可以更聚焦更了解 那彼此在對焦的過程裡面 如何釐清 如何確認 那可是問題是人是一直變來變去的動物 其實人在變的過程中 我們如何可以讓每一個環節 都用透過行為的了解 跟觀察等等 可以讓自己更輕鬆 讓對方的了解可以更輕鬆 我覺得其實或許可以從 這次的一個對談的過程中 我們這次的一個聚會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相關的內容 然後第二個事情是 因為我們在講那個什麼 私俗 私俗其實某種程度就是 不是只是單向的一個交流 其實更多的是什麼 雙向的互動 所以我很歡迎 就是我們透過前面 大家在彼此 我在分享的過程中 說不定可以得到一些 大家的一些一些想法 大家的一些經驗 我們可以或許在彼此的交流 跟經驗的一些 共創的過程中 可以知道 到底我們怎麼樣把人這件事情 可以了解得多一點 可以把人這件事情 可以看得輕一點 可以把自己 可以把別人 都可以聚焦的更清楚 可以更輕鬆一點 或許用這樣子的方式進行 所以我們彼此 不會是一個上下的關係 不會是一個 老師跟聽者的關係 可以更多的是朋友的關係 再透過在互相交流的過程中 可以彼此一起經驗共創 讓大家實際是可以開開心心 可是卻可以收穫滿滿 所以希望有更多的機會 見到大家 然後歡迎大家 我們一起交流 一起共創 到此見